关注中国经济发展,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的朋友应该知道,最近有两件标志性的事情,我们先来看一下。 一是在8月11日,银保监会在官网上发布信息,要求充分领会监管层的政策意图,充分加大信贷投放力度,扩大对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力度。 二是在8月14日,财政部在官网上发布意见,要求做好地方专项债发行工作。 这两项消息,前后隔的时间制短,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,对经济和房地产的影响主言如下。 经济形势不乐观从货币政策上讲,今年来,我们一直倡导的是稳定片中性的货币政策,其目的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。 不至于通货膨胀的太厉害,但现在不行了,从现在这两个信息上看,我们实质上,走上了积极的财政政策。 为什么这么说?我们知道,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走的是投资趋动型。 按照以往的增长情况来看,投资增速一般为GDP增速的两倍。 从今年初开始,我们的投资增速每百分之七点九,到今年七月份,我们投资增速降到百分之五点五,简直就是创历史新低。 这样下去,下半年GDP增速可能会大幅回落,下落的幅度可能令我们长期适应高增长的人无法接受。 先看看什么原因,从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主要构成来看,民间投资增速百分之八点八,还算说得过去,但拖后腿的国有控股投资增速只有百分之一点五,原因大家都清楚。 主要人员去杠杆,防地方债务风险造成的,对象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、量企,许多高杠杆的项目都纷纷被叫停,风险是降低了些,但经济也不行了。 上半年已经这样,亡羊补牢的工作也得做。 所以,在七月份的各种重要经济形式会议开完后,对下半年一致认为,要求发行专项债券,来重启大基建项目。 专项债全面任务下到1.35万亿,上半年只用了3000多亿,还有一万亿左右需要在下半年完成,且不受过去季度额度军探法。 简单的说,就是要地方赶快花钱,突击花钱。 这里也说明一下,专项债券主要只棚改、轨道、公路、土地等。 这就很好理解最近许多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,又能通过审核的原因,是不是与2008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这系列动作表明,大基建会快速展开,结果只有一个,通货膨胀真的来了,你的财富被稀释是大概率了,但GDP增速应该可以保住维持了。 房地产扣而不压谈经济不能不谈房地产,房地产在如此严厉的控制下,仍然默默地为经济做贡献。 7月份,房地产投资增速仍超过10%,远超国有和民间投资增幅。 这二八经的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,要不是房地产撑着,那经济数据会相当难看。 但也不能靠房地产一直撑着,毕竟价格和诉求都不能不控制,何况人家还在想帮设法刺破你的泡沫,摆着大家面前共同问题是, 一是通货膨胀就要发生,钱不值钱,二是房地产这个鸟壶不能丢,否则后果也不敢想象。 野生到房子,大家也面临着买和卖的艰难选择。 如果你把房子卖了,这边通货膨胀厉害,钱刷刷贬值,你把卖完房子的钱放在手上,可能要比你把房子握在手上时心慌得多。 当然,你此时,要买房子也会担忧,怕涨到这么高的价格,会不会成为阶牌侠? 担忧都没有错,但也被有应对之策,笔者建议两点。 一,现阶段对于房产,除了到华尔厉害的现价盘,我们要多看哨动,并不是说房子价格会跌到多少,被严控后赏付有限。 现有的地方还会调整,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,房子价格不涨,就意味着亏损,所以要应待时机,感觉这个等待时间不会太长。 二,即使房地产有所调整,房子也不能随便的卖,除我之前讲的个别情况,一是买卖节点不好把握,二是手握现金不能对抗通货膨胀压力,持有房产仍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。 如果你也喜欢房产话题,本号专聊房间交流,也可私信留言,有空11亿回复,网期热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